是一种品味 也是一种趣味 想象力的无限延伸 创意生活Life Design Rich是因为非常有才华的厨师 虽然他上次输了一场厨艺比赛 却也没有影响到他喜欢做菜的热情 今天大家也要打起精神 做出最棒的料理给所有客人 知道吗 知道了 欢迎光临 你好 请问几位呢 你好 我来找你们的大厨Rich 请问他在吗 我是他的朋友 好的 您稍等一下 嘿 我的Mike好兄弟 你怎么会来啊 没有啊 想说很久不见 来找你吃顿饭啊 哎 少来了啦 是不是老婆今天不在家啊 哎呦 我是真的饿了啦 先吃饭再聊啦 好啦好啦 那你要吃什么尽量点都算我的 哎哎 Rich 像你每天煮饭会觉得烦吗 Mike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我要是真的觉得烦啊 我就不会让这家店营业到现在超过五年都没休息过一天啊 这么夸张啊 那我老婆怎么才跟我结婚一年就觉得煮饭很麻烦啊 哦 我就说嘛 你来找我一定有事 而且 以我看来 是老婆罢工不想煮饭 你才来餐厅找我的对吧 哎呦 这么快就被你识破啦 就像你说的啊 他说每天煮东西光是从买菜 洗菜到煮饭 炒菜 熬汤 每个步骤做下来就要耗上半天 还要洗锅子洗碗 他说太累了 还说要休息一个星期耶 哎呦 怎么办啊 那你陪他一起做不就得了 嗯 你也知道 我就是不喜欢碰厨房的东西啊 我看我只会帮倒忙啊 好啦 告诉你一个好东西 或许对你有帮助 哎 是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啊 就叫做多功能料理机 顾名思义啊 煮饭 炒菜 熬汤 随便你想做什么料理 通通交给他 另外啊 他还可以当做豆浆机 让你煮一杯养颜美容的豆浆给你的老婆 或者是你想要揉面团 做馒头 面包都可以 重点是 清洗方便又不占空间 这么厉害 有了这个 做菜好像变得简单容易多了 欢迎收听创意生活Live Design的单元 这个现在的厨具 还有厨房用品真的非常的进步 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常见到的像漫模机啊 气炸锅等等都很先进 不过呢 刚刚讲这些东西 它的功能都算是比较单一的啦 那今天在空中呢 我们就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就是 德国福威克集团台湾美善品事业部的这个 谢世纯 谢总经理 跟我们介绍一个非常厉害的产品哦 它叫做多功能料理机 我们先欢迎谢总 各位听众大家好 很高兴在空中可以跟大家见面 是对 谢总你好 是第一次上广播节目 是第一次上广播节目 对 机会算还蛮苦的 对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东西叫做多功能料理机哦 其实我大概看了一下它的这个资料啦 是 真的已经取代了厨房大部分的功能了 没错 对 我们首先先请谢总来跟我们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这个多功能料理机好吗 好 可以的 很荣幸跟大家分享一下哦 美善品多功能料理机其实是一个德国公司它研发出来的 是 那早期在研发的时候呢 这个公司的整个理念是希望把最好的呈现给您跟您的家人 是 他考虑到妈妈每天做菜其实很辛苦 嗯 那除了用很多的锅具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你必须站在瓦斯路前面 嗯哼 不是按照经验值就是他的妈妈在传承的经验值 对 就像口头传承这样子 对对对 要不然就是你要买一本食谱 是 一边翻然后一边做 嗯 又把这个东漏了西漏了 对 所以总公司就要思考说 诶 有没有可能哦 把所有在厨房需要的料理的工具 是 浓缩成为一个机器 对 把它整合起来 对对对对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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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才发明了这个多功能料理机 对对对对 对我们提到这个它的名字哦 其实它一个最抢眼的地方就是多功能 没错 我们请在谢总公司讲一下它的功能到底有哪些好不好 好 饭锅对不对 然后再来呢我们会炒菜 所以炒菜锅 汤锅 这个是一定用得到的 很多人会买果汁鸡 然后会打果汁 这个打果汁又不能加热 所以还会有人去买豆浆鸡 那刚刚现在进入入秋 夏天的时候大家很爱吃冰淇淋 你还会需要买个冰淇淋 所以他还可以做冰淇淋 那当然没问题 除了这个之外还让人比较shock一点的就是 我们现在看到其实坊间很多的添加物等等 真的要吃到好的食材 你得花比较高的成本 所以我们大概台湾人现在早餐 吃的不是稀饭或者是饭 大概应该是比较稀化的多 吃大概面包的东西 那刚刚说的这台美善品多功能料理机 其实还可以揉面团 还可以揉面团 然后揉完面团你就直接在上面蒸馒头 哇所以这就是一条龙的服务 他帮你揉完面团之后就直接再帮你把它做成面包和馒头 没错没错没错 真的非常的特别 那我们刚刚讲这个多功能 它的东西这么多 它这个机器会不会很大一台呢 好那当然要刚刚您这样想象的 其实它除了还有除了这个之外还有称重 哦称重的功能 还有研磨 研磨 还可以切 还可以切 还可以乳化 乳化就是我们如果要做蛋糕 不是要把蛋白打成蛋白霜吗 这个叫乳化的功能 它还是可以做 嗯哼 美乃滋也可以做 这个都没有问题 对对对 好所以刚刚这些零零总总 其实已经十二到十五种家庭电器品品了 很难想象把它浓缩成什么样子 对啊我现在脑海中想到可能会是一整个厨房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 那你整个台子 那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 就是这么多的功能加起来 事实上它的长宽高 嗯 大概是33公分而已 长宽高 33333 哦所以就等于其实就是一个 真的是不大的一个正方 不大不大 一个长方形的感觉 一个一个 它是正方形 对 对 呃整个造型感觉就是一个 嗯 机器人的主机 放在你的桌上 大概33公分这样 对不对 然后呢正中间有一个主锅 嗯哼 就很像我们的汤锅一样 嗯哼 它是2.2公升的 2.2公升 所以你是把它架在主机的正中间 是 好 然后这个主锅呢 里面有一把刀子 嗯 这个刀子很厉害哦 它是四片不一样的高低 嗯哼 好 那这个四片不一样的高低 透过机器本身呢 嗯 这个面板上面你可以看到 好像是智慧型手机箱在上面 对这个谢总 其实我们刚刚私下聊的时候 有提到就是它有一个很棒的功能 就是其实它有把一些东西给数位化了 对不对 嗯 把食谱 我们请谢总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地方 所以想象一下把这个煮锅放进去之后 嗯哼 在板面上面荧幕上面 你就会看到一个长方形像我们手机一样 看在上面 是是 它只有一个旋转钮 嗯 所以这面非常简单 非常好操作 嗯 然后呢我们煮菜的时候不是就是要时间吗 对 然后一定要速度 嗯 要温度 嗯 好 所以它里面就三个大的萤幕有三个圈圈 嗯哼 一个就时间 嗯 好 所以假设你要炒菜是炒六分钟 嗯哼 你可以摄了六分钟 温度一定要一百度才会熟 对不对 是对 好 所以摄了一百度 嗯 它里面的刀子刚刚是有刀 对不对 对 所以它速度可以从零点五 嗯哼 一分钟四十秒 很慢很慢的速度哦 哦 你只要摄了极慢速 嗯 它会时间开始倒数 你可以出去看电视 嗯哼 就在衣服 就看你抢孩子的功课 这好人性话 然后六分钟到 然后五分钟到 它倒数计时 它会唱歌 谢谢 请你来把它关机 对 就超好了 这真的是一个很方便的东西 你只要有这一台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什么 普通的刚刚讲的 可以炒东西啊 然后可以煮东西啊 就全部的这一台 就功能都帮你包办了 没错 对 那其实我们知道 在一般传统的煮饭啊 当然煮饭的过程 非常的有趣啦 是 那最让人讨厌的地方 就是你煮完了之后 要洗碗 洗锅子 对 这个多工的料理机 它这个清洗 会不会很麻烦 好 清洗来讲的话呢 更简单了 嗯哼 为什么 因为我刚刚是不是说 它有速度 对 有最低的是 一分钟四十转 嗯 它转到最高的速度 叫速度十 嗯哼 是一分钟 一万零七百转 是 它速度就非常快 对 所以呢 假设你今天 想象一下煮一锅麻油机 嗯 你在一般的锅子里面 是不是要洗很油 对 你要自己用手洗 然后呢 如果有这个锅子的话 你只要装上 只要倒进去五百克的水 嗯哼 加两滴清洁剂 嗯 把它转到速度十 十五秒 嗯哼 倒出来就 差不多是干净 哇 它根本也想要 占领洗衣机的领域 对啊 把它转一转 自己里面就会洗干净了 对 因为我们希望说 真的带给家庭主妇们 嗯 在煮菜的时候 更容易上手 嗯 因为它有食谱建在里面 是 然后呢 这个煮的时候 又不用一直顾着它 嗯 还可以同时做别的事 嗯 更重要的是 回到家很累啊 嗯 可能煮完菜 每一道要洗等等 对啊 很麻烦 它其实不用 因为它刚才非常好 嗯 所以你煮完上一道 再下一道 不会有残留味道 嗯哼 哇 真的 而且真的很快 它自动帮你煮饭 然后自动帮你洗干净 你就可以再做下一道 这样子 是没错 真的非常地快 没错 对而且刚刚系统讲到 这个数位化的功能 有一个也还蛮厉害的 就是一般 我们前面有讲到食谱 就是你在照着食谱 做的时候 你要一边看 对 一边对着 这样照 其实你可能还会弄错 对 但这个数位化功能 其实上面就有一个萤幕 就会把这个食谱的条列 全部都把它显示在萤幕上面 是 你就照着做 就是所有东西 都在这一台机器上面 就包办就对了 对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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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这个非常高兴邀请到 就是德国福威克集团 台湾美善品事业部的 这个谢世纯谢总经理 跟我们介绍的这个东西 叫做多功能料理 就我们再次感谢谢总 谢谢 谢谢大家 是创意生活Live Design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